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要求 许临顶 含雄八尾 我们怎么练平起平落 怎么登的打拳 怎么搭服 怎么样在水里打拳 这些感觉 他讲的意思是呢 这些东西我拥有的很少 身上我只有两眼平视 七神丹田和修林顶静 这三个东西能感觉到 其他的都感觉不到 好 那么 关于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我们在前两天有同时有一个视频 是专门说听知认知的练法 那个听知认知的练法 其实讲的已经完全非常非常清楚了 非常非常清楚了 因为既然这位先生他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我呢 今天呢 就是再聊一下 听知认知就是 我打这套拳 我不管我的感觉怎么样 比我平时练 采梅渣呀 练这个去城丹田呀 练这个徐林顶静 我练这个搭服 练乙套 练嘴棍的感觉 练手搭服的感觉 练手里捆的东西的感觉 这等等很多那种练法 明格聊太阳一年 说了很多很多种练法 那么这些 所有的这些练法 所有的这些练法 我都可以说 把这些练法都丢掉 我不问了 比如说每天 练我这一趟拳 只练一个 只练一个在水中打拳的感觉 只练一个汤泥的感觉 再过一段时间又练个其他的感觉 听知认知的这个办法就是说 我这一变拳 我今天打了这一趟拳 什么感觉都不找 打着打着 他有了以前练 以前练过的感觉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他就出来 我也不问他 他不出来 我也不去找他 我就是什么都不顾 只顾打一趟拳 那么这就是听知认知的练法 那么这种练法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详细的介绍过 那么这种练法就是说 你的功力 前面的练的每一个练法 它自动会上升 这些朋友说呢 是要不要同时拥有 好像 这里面我的回答是 不要不需要我打一套拳以后 所有的感觉都我同时我都拥有 我都能感觉到 既能感觉到这个又能感觉到那个所有东西都能感觉到 这是不需要的 这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你不需要同时拥有 采泥的感觉 汤泥的感觉 采泥的感觉 这个大福的感觉 依靠的感觉 同时要游泳的感觉 在水中的感觉 在水上面的感觉 在水上面感觉 在水中的感觉 那么这些感觉 我不需要同时拥有 我只是每天练一种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就自由的练一下 感觉到就感觉到 感觉不到就感觉不到 不要去刻意地去找那种感觉 那么这样呢 我们身上的功力就到身上以后 那么它会自动地显现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个同时拥有多种感觉 它也会出现 它也会出现 但是呢 我们不是追求的这个东西 我们太极拳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我通过这些手段 这些方法 使我的整静增大 使我的灵活度加大 本来我是那么灵活 我现在通过这些手段的练习呢 使我的灵活比以前更灵活了 也就是太极拳说的 清灵 清灵静 身体 像燕那样 清灵 灵 灵活 又清又灵活的感觉 只要我的身体又清又灵活 我就达到目的了 那么我想出整静 我整静只要达到很整 越来越整 越来越整 我整静达到了 灵静达到了 有了整静和灵静 我达到我的目的就行了 我不需要在练习的时候 所有的感觉都同时呈现出来 同时我能感觉到很多 这是不需要的 这是不需要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平时一个阶段 一个星期 一个月 或者三个月 或者半年 我们练某一种感觉 我们练某一种感觉 就是以前 我举过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 事例 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前 我们举过 比如说 我们在踢足球的时候要签 学用脚颠球 过人怎么过 踢足球怎么踢 用哪里踢 那么我们每个东西都学好了以后 我们这个足球上场去踢的时候 不需要你同时脑子里想着很多技术都在手里 而是你自由地发挥 自由地去踢 你平时每一个阶段练的 带球呀 这些东西 都在你脚上就体会出来了 就体验出来 踢 显示出来了 它自动会显示出来 你平时每个阶段练的东西 显示出来 不是需要我在踢球的时候 我的身上会 各种原来学的东西都在身上都会出现 不是要出现 而是这个功夫自动地它在你脚上反映出来了 这个曲球的功夫在你脚上反映出来了 好 那么明哥聊太集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不需要同时拥有所有的感觉 这明确 非常明确 不需要 不需要 他说的意思就是 要不要所有的感觉 同时都拥有感觉 因为明哥聊太集 在聊这个练法的时候 有很多种练法 很多种练法 比如说我手里边 手抓两把泥的感觉 像两把泥一样的 感觉 不要挨 泥不要挨在身上 那么这个感觉我练前的时候 我如果在这个阶段 这一个月或两个月 我就练这个手上有泥的感觉 不要碰到身上 哎 不要碰到身上 不要碰到身上 这个感觉 我把这个感觉练一个阶段以后 再练另一个感觉 这个功夫是什么 它就是使你的气势宏大 使你松开了 松开 对吧 这个我们说的太集拳 有一个扁的感觉 就是讲 我这个 哎 手到身上了 这是扁了 我们就是要大 像一个大胖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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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肉 这个感觉 我手有泥 怕粘到身上 这个气势宏大 他把这个感觉练出来 这就踏到目的了 这个阶段 你练这个感觉 但是 我说你在打套路的时候 我们这个感觉已经在身上了 一看 已经 我已经有这个不哀身上这个感觉了 我就打拳的时候 它已经形成这个东西了 我连另一种感觉 而并不是说我都每一种感觉 成千上万万个感觉 我都在打拳的时候同时拥有在身上 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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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动的显示出来 它就显示出来 它不显示出来 它就不显示出来 我练 还照这样练 还照这样练 它的意图就在这里 也就是明确的态度 就是不需要同时拥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要每个阶段要练一种感觉 每个阶段要练一种感觉 练多长时间 这种感觉要练到身上 这种功夫要上到身上 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练手里有泥 不要挨到身上这个感觉 我先是这种感觉 但是呢 我已经练到身上了 我不需要想这个手上有泥的感觉了 我手也挨不到身上了 我已经到不了身上 你已经到不了我身上了 我不想着泥的感觉 我也到不了身上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功夫了 那这种感觉 不需要再去拥有它 我的意思是这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因为我的水平的关系 我的口才的关系 确实会能强大地比较大出来 但是呢 明哥聊太集 谈死谈虚 我们说一句假话不说 即使我说的大家听不懂 或者是大家不赞成 我也不去为了复合别人的 或者让 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呀 为了别人怎么样 我就说假话 我绝不说一句假话 我的水平就在这里 我就是这个水平 我就把我的体会 我五十年来电台语团的这种体会说出 这就是我的目的 昨天有个视频中间 我说了一点闲话 就是提来的话 我这时候想起来就想说了一点 再就是明哥聊太集 学不说假话的意思是 为什么我不说假话 我能提高我的知名度 我为什么不说假话呢 因为明哥聊太集 我的初心是 就是这几年徐晓冬打假了 他有些是假的 哎呀 我满度的话想说 说不出来 哎 正好有个youtube这个频道 哎 我开了一个频道 我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说出来了 那就是说 我心里面感觉舒服了 这就是我的目的 那我说假话的话 我还办这个 您这个聊太集干什么呢 这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没有意义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 要不要同时拥有多种感觉 那么不需要 明确吧 不需要 那么如果我同时已经拥有了很多感觉身上 要不要当然是好呢 当然好 当然是要呀 但是也就是不需要我去追求感觉都在身上 同时在身上 不需要 我一个阶段练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练一阶段 然后我都不管他推锁的时候 不管他只想着推锁 或者打拳的时候只想着打拳 那么平时的功夫会在你身上显示出来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公园打拳 有的公园打 哎 这个人打得好 他好在哪里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好 什么原因 就是他的身上的功夫 通过你的视觉 你反映到你脑子里 他就是好 我不需要去说他哪里好哪里好 那是其他人的事情 那么 为什么 就是他平时的功夫显现出来给你看了 你就能知道他 好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明天接着聊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